各位, 經過香港過去一年的黑暴事件, 加上今年非常慘的病毒問題, 可以說香港導致一個非常難過的未來。 不過, 自從有了港區國安法之後, 我們慢慢看到很多曙光, 現在希望香港社會真的可以回歸平正。 最近好消息, 年年出現, 不停地出現, 譬如, 昨天2020年的12月2日, 黃之鋒等三個人被判監獄, 包括黃之鋒十三個半月, 周庭十個月, 另外一個是七個月, 對很多香港人來說, 如釋重複, 終於有些人要為他們自己的行為負責。 今天大約五個小時前, 有另一個對很多香港人來說, 值得鼓舞的另一件事。 就是蘋果日報的老闆, 黎智英先生, 在昨天被警方拘捕之後, 漏夜受審。 找到自己的今天就提堂。 提堂之後, 因為這個涉嫌是一個鵝騙的罪, 所以可能刑期是長達十幾年。 而黎智英先生因此要求保釋在外面後審, 而被法官拒絕了。 這件事就會還押到明年四月才開審。 換句話說, 在未來這四個五個月, 剛剛是十二月初, 所以十二月、一月、二月、三月, 最少有四個月, 黎先生要在香港警察的拘留所, 或者懲教署的監獄裏面, 還押等候審訊。 這件事大家可能猜不到, 老葉也猜不到。 現在發現, 原來過去在香港破壞香港治安的人, 終於現在要為他們的行為負上責任。 黎智英先生現在告他一個鵝片罪, 到底其他罪再怎樣告呢? 我們未知。 換句話說, 香港其他禍港, 以前數來四人幫, 雖然他們想金盤洗手, 但看樣子未必有那麼容易。 而去年一年的, 這些魔頭全部被曝出來。 換句話說, 現在香港政府和警方都知道, 哪些人在破壞香港。 因此現在可以捉捉捉捉捉。 慢慢來, 逐一隻捉捉, 不用那麼急。 在這樣的情況下, 我覺得香港現在, 重生的機會, 現在越來越大。 當然, 在現在的情況之下, 第一件事首先要解決的就是, 香港現在的疫情問題。 所以, 我希望香港政府真的可以硬起來, 來一個全民強制檢疫。 將病毒解決了之後, 接著就可以解決香港的經濟問題。 至於, 政治上這些問題的話, 我相信警方已經掌握了足夠的資料, 逐步逐步將這些牛鬼蛇臣, 逐個逐個形成諸法。 解決了政治上破壞香港的人之後, 我們就可以香港人再次齊心合力, 將香港再次發光發熱。 希望香港可以重溫在回歸祖國之前的光輝。 不是說香港在回歸祖國之後, 那個經濟沒有增長。 但是, 相比來說, 在香港回歸的時候, 香港可以說是中國的一線城市。 現在可能連三線城市都追不上, 但不等於香港不可以重新變回一線城市。 問題就是, 香港人可不可以將破壞香港的搞事分子清除, 大家再同心協力, 再創江輝, 再創江王。 這個老葉很有信心。 當年可以做得到, 我們不相信未來是做不到的。 所以, 祝香港好運。 亦都可以和大家分享這個好消息。 例如, 黎智英保釋被拒。 案件押後到2021年4月才開審。 換句話說, 最少黎智英先生, 會在警方的拘留所或者懲教處的監獄中, 到未來的4個月。 無論如何, 我相信現在, 外國政府一定跳出來, 每個人都支持黎智英。 中國政府亦都可以放牆商壓, 看看哪些國家盲目支持香港的涉嫌犯罪分子。 將來, 中國政府也明白如何和這些政府, 做事。 所以, 我們大家放牆商壓。 中華民族有的時間, 中華民族在地球上已經存在了幾千年。 我們不爭在未來的一段時間, 捱一捱。 我們捱過這段時間之後, 中華民族會繼續崛起。 但是, 中華民族的崛起, 是歷史上一個強盛的崛起, 而不需要動用武力的。 是一個和平的崛起。 這個可以說是在歷史上獨一無二。 大家值得以此為傲。 祝香港可以盡快回歸正常。 好好地, 再發光芒。 祝香港, 前途無量。 在歷史上獨一無二。 在歷史上獨一無二。 在歷史上獨一無二。